如果有人问你唐朝最有名的皇帝是谁,你肯定会脱口而出唐太宗里世名。 但是今天,咱们要说的是他的后代唐玄宗里龙姬和他的爱妃顶级美女杨玉环之间的故事。 作为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传说,花儿看到她的美貌都感到自残行贿,不由地收取自己的枝叶和花瓣,于是修花的美名便被这么传播开来。 最开始,杨玉环可不是玄宗的妃子,而是她的儿子受网礼貌的妃子,也就是玄宗的儿媳妇。 彼时,玄宗最宠爱的妃子是舞会妃,只是舞会妃并非善类,自作孽不可活,不久便一命呜呼了。 玄宗失去了宠妃,整日郁郁寡欢。 在一次宫宴上,玄宗再次见到了杨玉环,眠得眼前倾国倾城的美人。 活了半辈子的玄宗,突然感觉怦然心动,把眼睛都看呆了,于是她按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女人弄到手。 可这是自己的儿媳妇呀,公然跟自己的儿子抢媳妇,这要是传出去,皇家脸面该往哪里搁? 所以必须去献救国,打吃酒战,等待机会。 谁知这一等就是三年,机会终于来了。 这年,玄宗母亲都太后去世,于是她已为母亲祈福的名义,把杨玉环以拟到世的身份,揭入宫中,表面上脱离了红尘俗世,实际上暗地里霸占了杨玉环。 儿子圣王被老爹戴了这么大的绿帽,自然心中愤恨。 玄宗为了安抚儿子的情绪,又给儿子找了门心的亲事,总算把儿子给哄住了。 最后,她又让杨玉环还俗,正是侧封其为贵妃。 从此,两人便光明正大过上了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日子。 玉环爱吃荔枝,玄宗便命运快马加鞭,从领南加级快递送到长安宫中,路上不知累死了多少马匹,只为让美人开心。 所谓一起红尘妃子笑,无人知识荔枝来。 玉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绝不单单因为容貌过人,她还有着非同寻常的音乐和舞蹈天赋。 这和热爱音律的音乐才子玄宗可谓一拍即合,简直是高山流水域之一。 第一次合作,她就能把玄宗的得意制作,霓裳语曲完整地跳出来,让玄宗大喜。 当时大唐最流行最时尚的舞蹈,就是心域传入的弧弦舞。 玉环的弧弦舞更是跳得无人能出奇妙。 兴致高涨时,玄宗经常在一旁为妻打鼓助兴,简直还抱宫廷离人。 得此清国清城,又秦瑟和民的灵魂伴侣,玄宗怎能不爱呢? 长期沉醉于温柔乡,声色响乐,玄宗渐渐无心朝政,把国家大事交予一些幻臣之流。 这给长朝日后的衰败埋下了隐患。 玄宗末年,节度使安禄山和史思宁,发动了反唐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 这是一场争夺统治权的内战,也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朝廷的文臣武将把安禄山的谋反怪罪于杨贵妃,认为此女在后宫吃喝玩乐,拨乱君主, 致使玄宗不理朝政,才导致的天下大乱。 大臣和将士们要求必须刺死杨贵妃,否则不会出兵迎战。 万般无奈之下,既是二岁的玄宗,不得不下令刺死自己最宠爱的妃子。 这个风华绝代的女子,在三十八岁那年,最终被一条白铃勒死于佛堂前的离树下,不得不让人唏嘘。 她从来没有参与过朝政,只是喜欢歌舞,喜欢吃力君。 如果没有生的如此美丽,她也许不会成为全世宗德下的牺牲群。 幻女人 幻媒 犹久